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常常在别人的公司里面听到他们开会 都在说他们要如何重新定位 或者他们定位是女性 或者是定位是小朋友 甚至他们会说定位是多少岁多少岁 其实这些是错的 基本上在生意学里面我们会说STP 而STP分为的就是三样东西 第一个S是代表Segment 第二个T是代表Target 而第三个是P 即是Position 先说S,Segment Segment的中文名称就是区隔 那你的生意的方向里面是如何去区隔呢? 区隔并不是定位是女性各样 和定位是没有关系的 区隔就是你究竟在市场上 你是拿哪一个的区隔走出来 而什么叫区隔呢? 譬如我想焦点在这个送礼市场 譬如可能是金沙朱古力那样 又或者可能我焦点是情人节的市场 又或者我焦点是生日这个市场 这个就叫区隔了 第二个是T T是Target Target就是目标的意思 而目标就是我们的受众群是什么 受众群的意思可以说分很多类 例如男性、女性 又可能是不同的年龄 又或者可能是大学程度、中学程度、小学程度 或者是以收入的高和低 这个就是说我们的目标 因为如果清楚了目标的话 那我们会知道在市场上 如何去找到这一班的人 在市场营销学里面我们经常都说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你首先要清楚自己买些什么 而第二件事 第二件你要知道买你的人在哪里 第三件你要清楚当你找到买的人的时候 你和他说什么的说话 最后就是P P是说Position 而Position是分为四个P 第一个P是Product产品 第二个P是Promotion 如何推广 第三个P是Price 你的定价 而第四个P就是Place 你买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才叫真真正正的一个定位 记住Position才算是一个定位 但是Position 如果你没有了Segment和Targeting的话 基本上这个定位是完全没有方向的 所以如果你以后开会 再去说的话 究竟你在说的是目标 还是区隔 还是定位 你要清晰一点